Cafe Pacific Airways Line 548 這裡是日本東京成田機場 也是很多台灣人 到日本的必經之處 伴手禮美食 各國旅客吃得很開心 但你可能不知道 成田機場就在千葉縣 也是福島周圍 有輻射一律的 五個縣市之一 所有食品台灣都禁止進口 你說你禁止農產品 在千葉 那你們大家坐飛機到成田的人 你們又有何想法 對不對 你們每天吃飛機上的餐 你敢吃嗎 千葉是日本第三大農業縣 和東京僅溢水之隔 農產品內銷全日本 但出口管道卻跟福島一樣 因輻射一律被各國抵制 離福島200多公里遠的千葉 食物到底安不安全 日本規定的食品輻射檢查項目 五縣市中千葉縣的比福島還要少 只要驗幾種即可 嚴密檢驗下問題食品也幾乎絕跡 千葉縣長更拍胸脯推銷自家產品 希望重建各國信心 既然輻射污染一率降低 這些縣市的食品 台灣有沒有可能分批逐步解禁呢 環保團體強調 油新的不全然是日本那頭 反而是台灣鬆散的邊境管制 我們這邊所得的資料 是只有三家 從大幸福進來的食品用的油品 台灣進口食品 平均抽菸率5% 一百件只抽5件 今年頂心從越南進口7匹飼料油 單靠書面文件謊稱使用油 竟全數闖關成功 邊境門戶大開 防君子防不了小人 前居之見讓人憂心忡忡 在這次食案事件你也知道 它整個海關邊境把關的問題 亂七八糟 資訊不公開 然後又抽鹼率又很低 那這種把關的能力讓我們不相信 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若真的有輻射污染的食物 海關擋不住嗎 那我們去海關看那個查驗的報表 應該叫製造商那個表格是自己填 你自己填 你可能是產 產自福島周邊五線市 可是你寫東京啊或是什麼 我們覺得都還是有那些風險 這裡是東京的果菜批發市場 日本各地農產品在這都看得到 台灣衛福部為了防堵漏網之餘 避免輻射食品迂回紀錄台灣 演義要求 日本所有食物都得減負產地證明 和輻射檢測報告 自清之後才能進口 日本人是不瞭解是說 那你為什麼不三年前 當時核災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這樣做 核災都晚三年都晚了 那你台灣政府突然宣布這個 你是什麼樣的用意 衛福部捍衛台灣消費者 健康的初衷值得肯定 但日本監控食品輻射值 也有數據為憑 似乎不用過度擔憂 輻射這個隱形食安 該怎麼處理 從科學問題變成政治問題 我們不見得要全部進五線市 而是應該在這幾個證明確定 或海關的能力比較強的時候 把那些屬於比較不會被污染的 周邊的慢慢的就逐步開放 輻射看不到也摸不到 影響也難以評估 重點在於資訊公開透明 重點在於邊境把關能力 重點在於我們對台灣政府 處理食安的能力 放不放心 錜消費屏幕 在有一 panel 你知道我們 varias 程度找到 字畫她 無 كل cierto